兄弟们因为小杨老婆最近的这个手机坏了 所以说打算今天给他换一个手机 那么顺便给大家来了解一下 看小杨一个做20手机批发的 会给家人安排什么样的一个手机 先说一下小杨的一个预算 大概的话是5000到6000左右 如果让我选我肯定优先选这个14pro 毕竟综合性能体验质感等等的 相比他之前用的那个11pro的话 真的是有不小的一个升级 6.1英寸的机身适中的这个手感 加上H6的一个处理器 性能真的是对他来说非常够用 加上有高刷技术的一个加持 体验的话是完全不输新款的15pro的 最关键的话还是价格 当初14pro的一个发售价高达9000 那么像现在无所的256G市场行情 大概也是5000帽头 特别是小杨家这种橙色刚刚亮 90加的一个机器 全员的在小杨家5499几 不仅经济实惠 拿出去也有排面 当然说如果说你们的预算 还能再上去一点点的话 小杨肯定会替你们选择这个14pm了 再来看跟这个14pro的话 就是一个一大一小的一个区别 但实际上14pm 它是苹果目前来说的续号天花板 而且6.1英寸的一个显示面积 也是非常大 非常适合拿来看电视剧打游戏 给家里面打视频电话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的 像这种小样橙色的 电池100的14pm 256G 小杨家无所的话是6399的一个价格 当然还有现在比更高的一个卡贴版本 但是如果说你是小白 没有接触过卡贴的话 小杨还是不推荐 无所的话跟你家的省心一些 最后的话小杨也是考虑再三 给他选择这款14pro256G内存的 毕竟对于女孩子来说 手感还是要更轻薄一些的好 那么如果说你们给家里人买手机的话 是否会考虑二手机呢 评论区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的观典 我也承讨一下 我们的观典